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有效措施 不过有的国家在疫情初期就没有过多重视 还是像往常一样聚会聊天和去娱乐场所 反应过来维持冰晚 美国疫情破80万为什么还要上级游行求解封 美国在疫情爆发之后才开始各种隔离措施 比如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和公民们在家自我隔离 但是这些措施美国人民是很不愿意逮捕的 在这些法律发出一会儿就纷纷表示这是限制他们的自由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 你们这样是违反 为了反抗这样的法律 居民们纷纷自己开始上街游行 表示对这些法律抗议 他们的抗议行为都有把车抠到大街上造成游行 并且在白光面前用话筒表示抗议 呼吁这样人选要自由 为此白光不少高官头疼不语 既有消息报道 美国的死亡命运已经超过细了 可他们还是一样的在大街游行 对此大家怎么看的 看您在评论去留言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就关注我们